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继续来看吉亚对这AL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里是亚纳桑选择了绝活邦邦 是不是绝活呢我不太清楚 因为亚纳桑她绝活是红夫人 那么第一局的话 其他红夫人操作什么有太大问题 就眼神稍微差了一点 我们看这边是追 这里的前锋对面是四猛男 所以说能追的目标就是前锋和大副 他的炸弹是丢了一颗6秒 现在五四连没炸到 这一轮没炸到的话 他的炸弹是全部耗空 现在慢慢的存炸弹 他得存到大概两到三颗 这里先丢一颗第二颗 看怎么连连不上来了 应该是前锋这个地方 应该是要吃一刀 直接拉球回升一撞 这个就是高端前锋 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中低端的前锋 大部分情况下拉球跑 高端前锋他会选择拉球回来 把屠夫撞晕 然后利用近点的交互点的 再次拉开距离 这个大家喜欢前锋的同学 可以学习一下 这边会交闪 不交闪 不交闪 这个前锋 还有三分之二的球 还能继续留好久 这波看吧 看帮帮能不能把这个球耗完 这里还敢翻 闪现震射 漂亮 这波前锋翻 其实还是给了一些机会的 他如果球稳吃一刀 然后翻出去拉球走 或者说翻出去拉开距离 然后看情况再拉个球走 帮帮会更难受 因为帮帮还是要靠防守的 那么这边先挂上 我们看怎么救人 通缉到佣兵 大副的电机能修完 这里两连炸弹先进行防守 丢了三颗 一颗定时炸弹准备引爆 该做的一个防守区域已经布置好 第一波好像还是佣兵来救 两台电机能跳掉 佣兵这边的电机应该是修了一半左右 因为前期在前锋遛轨的过程中 这边没炸到 没炸到还行 这边再补一颗炸弹 再丢 来这边炸掉 这里佣兵是靠自己的一个非常不错的走位 是躲掉了很多的炸弹 但是还是让前锋过了半 现在帮帮要死追前锋了 前锋这里趁着帮帮没有闪现 看他的一个遛轨的能力了 如果说遛的好 平局以上 遛的不好的话 这边上挂飞了以后 帮帮就是平局以上了 前锋这边是开始压脚步了 哇 压那三说又是这个前锋 又压我脚步啊 幸好这次是找到了 一炸炸到 前锋还有一小段球 这段球不太够 被压在这个地方打 那这个地方要倒 野人现在来干扰 可能也已经是为时已晚 而且这边帮帮还是提前放了一颗炸弹的 前锋上挂飞 帮帮还是打出了他该有的一切啊 这里看一下野人爱躲一手撞 挂上 非常的优秀 这一轮只能说前锋摊了一个窗 让帮帮打了一个震慑 一切从一个震慑开始啊 压那三的这个帮帮还是打的非常的出彩啊 虽然说在追击过程当中没有能捞到什么便宜 但是也不能再有什么失误 就是正常打 只不过呢前锋前面的发挥比较好 后面前锋这边是感觉上距离 可以翻这个窗啊 压那三抓住机会一个极限的闪现 穷人者想要保平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是四某男 用冰手上三个护臂 大副手上两个怀表 大副的怀表在帮帮面前 用处可能没那么大 但是野人这边干扰一下什么的拖一拖 还是有机会能保平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穷人者怎么说啊 这边是野人起上猪 起上猪应该会选择不管他了吧 还要丢一颗啊 看一下 炸猪 炸猪没太大用 对这边如果找到大副 不就机会就来了 哎我觉得这边找到大副 大副不好走啊 这里是一个曲线两连 没连上好 这边再连大副交怀表 第一块怀表一交 邦邦应该还是会追 两连没连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压那上他的一个操作 也是能打出我们国服 不少哎 这边是一颗炸的炸的 不少顶级屠夫能打得出来的 一个曲线两连 我们看一下这边一颗炸弹 然后怎么连没连上 再继续追 闪现一刀 你这个闪现是这么交的吗 哎 这个闪现也太自信了吧 要怀表都没结束啊 这万一没打中呢 你这不求稳的吗 一高人胆大啊 这个只能说一高人胆大 哎 这边炸倒 好 还差一台电机 这边应该是野人来救 然后用兵去压击 总的来说毕竟是四抹男吧 打邦邦 还是能6 还是能6 野人骑着他的小猪猪慢慢过来 邦邦这里想要三杀的话 他得在电机好的那一刹那 然后秒掉一个人 有点难 有点难 相对来说感觉有点难 电机已经好了 传送还有50多秒 而且这个邦邦不一定有一刀斩 大部分的邦邦是不带一刀斩的 我们这边继续看 亚纳桑能不能打出奇迹 他这里是想要拖血线 然后凭借着这个邦邦的防守能力 炸一下 等会儿这里好像要出事 那他这边看他怎么选择 一刀打震射电机亮 亮下来就有薄命 这个地方要追野人 野人本身就跑得比较慢 要倒 这个野人要倒 倒完以后回身去找大富 看见足迹了 亚纳桑你的眼神怎么样 大富这边压脚步 拥兵那边能开门 如果说拥兵门开完 是可以帮帮扛刀的 但是面临的是一个帮帮 他不一定需要打刀 他两颗炸弹也是可以 这边再一连 没连上 再拨 再拨 一刀 这一刀弹刀 让大富这里有一个弹窗加速 这边准备丢一颗定式炸弹 野人如果说待会儿起来了 那骑着猪也就走了 这把我感觉大概率还是一个平局 他刚才那一刀弹刀 如果不打翻过去 或者提前丢一个炸弹 封窗可能更有机会一点 现在的话应该是一个求生者平局起步 甚至有机会来保大富 不过有一点就是他不需要出这一刀 能不能顶一下 一颗定式 他这边定式炸弹 怎么说 风走位 一炸 躲掉了 有机会 传送吧 我觉得传送吧 对传送 反向防 对反向防 再连 连住了 野人 交掉了壮 佣兵这里是满血 大富不是上挂飞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而且帮帮这边有点方 有点方 他这里最好是把佣兵先给炸了 对 炸一下 多大炸伤 牵起来 往哪挂 这里选择挂在小屋 这个位置 看求生者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求稳一点平局就够了 但他们好像还是想来打一波 这边撞开 佣兵一个护币 哎呀 这护币弹歪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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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佣兵手上还剩一个护币 再撞一下 打椅子了 这手打椅子 野人再撞 大富这边要倒 这里野人还有猪 佣兵有护币 传送不够 看一下 来不及来不及 求生者还是硬核 刚才那波最有机会就是佣兵 胖子这边的佣兵是一个护币弹歪了 没弹歪 说不定就想来扛一刀 然后护币弹走就走了 还是打的双方都打得非常的不错 都打得非常不错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能不能自摸起来 直接投降 好的 那么今天的比赛就给大家记住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